我们今天讲的多谋善断 古人从来有这样一个讲法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所以说多谋和善断是作为管理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才智 我们就想这个多谋善断 从袁绍对待曹操来说 一开始袁绍完全占以优势 在曹操进攻南部的时候进攻刘表的时候 完全袁绍可以行动 但是袁绍多谋不断 而且多优柔寡断 这时候呢错失了战机 此次普里格金进军莫斯科也是这样造成的 普里格金完全拿到了一手好牌 占领了南部军区的私营部 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也有充足的弹药 那进攻莫斯科速度十快呀 是超出想象的 普京都吓得跑掉了 那关键打到离莫斯科200公里的时候呢 掉列子撤了 所以说呢给了普京巨大的机会 给了普京以很好的机会来惩罚普里格金 所以说这就是多谋而不断的一个结果 在中国重修战国的时候呢 有赵国有个叫李约的人呢 将其妹妹卸给了冲生公黄歇 冲生公呢是重修战国时候的四大公子之一 所以说非常能干相当于丞相的职务 他带他妹妹呢在冲生公这里怀孕之后呢 两个人又共同谋划 将他妹妹呢卸给了楚王 因为楚王没有儿子呀 不久呢这个楚王就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他妹妹就生孩子了 生了孩子以后呢 当然和国际卫立为太子 李约凭着这个事情呢 也不断稍微不断取得权利 当然李约担心的是什么呢 重修战国将这个事情呢 说出去 所以说就时刻想着 把重修战国灭口 重修战国有个家乘呢 叫李英 他是信息情报比较多的 他看出了这个事情 也看透了李约的狼子野心 所以就奉却重修战下手为强啊 可是重修战国却想不以为然 不会吧 李约怎么会杀他呢 当然这个事情过去十几天以后呢 楚王驾崩 李约凭借这个机会呢 借一个假命令刺杀了重修战国 并且杀了他全家 司法切在评论这段事情的时候呢 就说出了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当时重修战如果 如果听起了李英的建议 杀了李约 那和灭掉的臭臭是一样的呀 李约毕竟是吓人嘛 所以说给重修战来了恶魔 我们从这个事情来看 如果当时普里格金 毅然决然地进去莫斯科 我相信莫斯科救命 也是支持于他的 他就很快会夺取了 柯伊姆林宫 夺取了普京的宝座 那普京呢又不得民心 这时候普里格金呢 就能建立 建立巨大的一个事业 当然人们此时此刻也担心 说习近平在攻打台湾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将领 像普里格金一样 突然林郑反戈 禁究北京 躲下中南海 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有啊 中国军方当前对独裁者不满的 有的是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习近平是非常的吃惊 而且此时此刻呢 普京也是好不容易才回来了 从逃的地方跑回来了 跑到莫斯科以后 今天上午呢 张开各方面的会议 当然普京的脸色是非常的沙白 普京的政权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就想起做管理者来说 一定要当断的时候就要断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没有这个决断能力 是当不了好的领导者的 这也要求我自己 在面临决断思想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充分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 听取周围人的意见 然后当断就断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 机遇到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得住 充分的发挥你所有的材质和优势 借一番宏团伟业 如果在机遇到来以后 你仍然优柔寡断 优柔不决 犹豫不决 那机遇就会失去 所以说纵观人的一生啊 这个多谋善断 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本领之一 而且是最最重要的 足智多谋 雄才大略 而且当断极断 好吧 别说 好